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娱乐圈更新换代很快 年轻人对她并不是很熟悉 近日 她现身某演出 没想到成了告别表演 很快上了热搜 她看起来状态还是不错的 依旧是潇洒的装扮 她现在舞台上 直言这将是自己最后一场演出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十分难过 还是鼓足了勇气说出了实情 她说自己不清楚能唱几句 一会唱不动的时候 希望观众能够一起帮忙 一起完成她的最后一首歌 起初台下的人以为她在开玩笑 让网友想起了五百的举动 因为对方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基本不用费力 她的歌曲大家都很熟悉 音乐异响自然会随声唱起来 倒是让她省了不少劲儿 自己不用唱几句 不过这样的场面需要有足够的人气才可以 没想到她现在唱歌真的有些吃力 在副歌的部分已经失声 观众其声歌唱 她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不舍 据传她这次演出也是身体状况欠佳 上舞台前还在输液 这样的敬业值得学习 而她之所以要退圈 自然和自己无法再唱歌有直接关系 而深层次的音速一方面年岁已高 再加上她的歌曲还大多数需要有很强的气力才行 更主要的是她身体有样 能够看到她十分热爱音乐 离开舞台也是迫不得已 希望她能够好好调整身体 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一些网友表示感谢 她的歌曲毕竟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还有一些认为她的退圈也说明一个音乐时代的结束 90年代中期 台湾经济进入萧条期 娱乐业受到很大冲击 有时候迪克牛仔一个月才赚2万台币 快40岁的年纪 尚有老下有下 家庭主要靠老婆的收入在支持 那时候她考虑过转行 去卖羊春面或者去餐馆端盘子 想来想去 转型也不见得比现在好 于是决定再熬一熬 记得1983年 在测量大队工作的迪克牛仔听到罗大佑唱飘来飘去 就这么飘来飘去的时候 迪克牛仔还从未离开过高雄 接下来的十几年也没想过离开 快要40岁的时候 她决心改变一下 她开始来回于台中 台南 高雄等各地演出 店家间竞争很激烈 没有哪家会喜欢雇佣同一个乐团 为了表现独特 所以要不停更换团名 于是迪克牛仔所在的乐队用迪克与牛仔阿摩尼亚等等 各种不同的团名奔走在各种各样的酒吧 迪克牛仔的人生注定是要和音乐交织在一起的 1996年 上华唱片公司计划筹备一张专辑Pub英雄会专辑 找台湾十个比较有潜力的酒吧乐团 各自唱一首歌 迪克与牛仔乐队 动力火车乐队就在其中 那时 迪克牛仔还不是主唱 但因为Pub英雄会 他被唱片公司相中签了合约 一个看起来并不突出的38岁新人歌手 并没有受到公司重视 做了一年冷板凳 收入也变得少得可怜 机遇在Pub英雄会第二集来临 而且来势汹汹 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Pub英雄会第二集 公司帮迪克牛仔挑了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歌词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 不奢望众女人改成男人 迪克牛仔唱的是自己对生活的祈祷 专辑在台湾发行后反响平平 迪克牛仔心灰意冷 预备告别歌坛 但这首歌意外在香港红起来了 他香港的朋友来高雄找他 告诉他大家都在问迪克牛仔是谁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 迪克牛仔接到去香港演出的邀请 在香港很红的China Mix酒吧 他生平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的欢呼 台下的人们点名要听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连钟正涛都在其中 同年9月 他迎来第一场演唱会 在香港伊丽莎百馆 白天为专辑跟演唱会宣传时 电台节目访问里有观众想听他唱歌 他说我没带吉他来 所以没办法在现场自弹自唱 那名观众竟然就在30分钟内 从北角赶到电台 为他送来一把吉他 迪克牛仔用自己独特的嗓音 把柔情唱出了摇滚的味道 沧桑鸡昂又带着几分柔情秘译 征服了无数香港人 第一次演唱会开始前 他控制不住的紧张 在台下抖了30分钟 但是背起吉他走上舞台中央 听到下面那么多人喊他的名字 所有的紧张他全部忘记了 那次演唱会 他在四五千人的呼喊 跺脚拍手中反场四次 最后主办方无奈亮起舞台灯 才正式宣告结束 迪克牛仔那天想 他应该要发财了 不用连房租也付不起了 1998年9月 迪克牛仔发行了专辑咆哮 连续十周融登香港 IFPI销售榜前十名 次年一月发行了专辑别港 再次融登香港 IFPI销售榜前十名 回台湾后 他发行了第一张原唱专辑 忘记我还是忘记他 那时在酒吧第一次见到迪克牛仔 许常德心想 这个人看起来憨憨的 真的需要一点帮助 这张原唱专辑中 许常德给他写了一首不归路 我没有退路 尽管你也千辛万苦 不愿认输 谢明又给他写了三万英尺水手接脚的Detime案 放眼望去都一样 东南西北同方向 这片还很流浪 等待风起催我起航 几首歌定位了他流浪歌者的形象 不羁 落寞 满不在乎 却闪着一身的光 是那个时代男人女人对于世俗意义上成功之外的另一种理想的憧憬 迪克牛仔在高雄待了四十年 从来没离开 他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气质 他甚至想 是不是自己渐渐这样唱 唱到最后变成歌里面的人物 谢明又告诉他 老爹 不管你多大 不管你到底去过多少地方 你就是一个坚守的浪子 静止的滚石 旁人比他自己看得更清楚 如同他一直说 如果不做音乐 他也不知道干嘛 坚持一种依赖 其实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离开了这个圈子 我可能会活得不好 这或许是一个不善表达感情的男人 内敛的说法 1999年 迪克牛仔翻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再度爆红 这次爆红是在内地 听多了含蓄的情歌 迪克牛仔在歌里直白地嘶吼直击人心 红尘男女羞于表达的心思都被赤裸裸地唱出来 那时的迪克牛仔 可与天王巨星相提并论 能称作巨星 总有些深刻的情怀 2007年 迪克牛仔发行了专辑《风飞沙》 回顾自己十年演唱生涯 仿佛随风飞扬的沙 离开故乡 一站又一站前进 没有停下 他借同名主题曲 诉说那些为梦想和家人奋斗而漂泊的人的心声 这张专辑也曾一时风靡 然而在往后的年月 他就像风飞沙飞远 逐渐消失在大众眼前 在各类综艺节目争先恐后上热搜的今年十月 有人想起他 在网上问他去了哪里 没想到得到本尊回复 这些年 消失在舞台的迪克牛仔 常出现在地产开盘仪式 加剧成剪彩之类的演出现场 以商演为生 许长德直言不会说过 如今唱歌不靠实力 歌唱得好的 唱片不一定卖得好 歌坛的流行趋势 使得一些音乐人不再只靠着热忱和专注就能好好做下去 很久之前 已经走红之后 迪克牛仔在下雨天会骑半个小时的车道录音是录音 有时全身都湿透了 虽然公司会副作计程车的钱 可是来回一天省下来 就是家里一天的菜钱了 朴实无华的人 总是先离场 第一张原创专辑中 迪克牛仔很喜欢街角的Detime安这首歌 走能走到哪里 还不是一地疲惫的脚印 唱唱到没力气 在街的角落有我的宿命 一把破提摊半注很老的旋律 盘点2020年必听50首歌 哪一首是你的单曲循环 妻子出轨 被污蔑家暴 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 教你热爱生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